赵露丝拍戏时衣服她了 吓得尖叫起来 在场三位演员的举动让人暖心 我们都知道现在娱乐圈出现了很多新近小花 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有唱跳剧家的 也有实力派的 这吸引了很多粉丝 近日由赵露丝丁雨昕主演的 传闻中的陈千千 获得了一致好评 不仅新颖有趣 还融入了很多喜剧元素 是上班族和学生减压的最佳选择 剧情简单不拖沓 却有着完整的主线 总级数只有24集 快节奏符合现代人的生活状态 一次更新10集 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看得开心 剧组也大方晒出不少甜蜜花絮 其中一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 赵露丝当时正在拍摄赵露丝被英雄公主抱的戏 这是一个非常甜蜜的环节 但接下来的场景有点温暖 丁雨昕轻松抱起了娇小可爱的赵露丝 没想到 她的衣服突然散架了 她大叫道 我的衣服散架了 丁雨昕头也不回地迅速转过头 立刻将她放下 还贴心地用手臂遮住她的裸露 以免被镜头拍到 另一名演员也立即转过头 不过 饰演赵露丝跟班的演员立马挺身而出 用一句玩笑 化解了当时的尴尬 还撩起衣角帮忙遮挡 十分暖心 而还有一个演员 虽然什么都没做 但是全程都没有看赵露丝一眼 所以三个人的素质真的很高 她绝对尊重女生 为人绅士 对赵露丝也非常保护 剧组拍戏的时候 赵露丝真的很放心 有那么多人宠着保护着她 是妥妥的团宠 虽然这部剧的主角 都是算不上红的90后小演员 但是赵露丝和丁雨昕的演技 却在网络上为人称道 获得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 YSL压轴告一段落 品牌还在打太极拳 肖战方只好认了 肖战代言YSL 如今在网络上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国内粉丝从热衷于退款退货 谴责品牌到现在 对品牌的回应不抱希望 国外粉丝也开始加入到退款过程中 快来缴费返还行动吧 可以说 全世界只要是肖战的粉丝 都会出手 只是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无解 粉丝也注定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待遇 肖战作为国内娱乐圈的佼佼者 其代言的肖量将足以震撼业界 得到肖战意味着产品肖量惊人 既然如此 品牌方自然要善待肖战 善待肖战粉丝 但事实是 YSL让肖战被骂 让肖战粉丝被侮辱 虽然肖战为品牌贡献了很多肖量 但他还是把代表肖战胜任的1005送给了别人 还用了肖战的链接是给别人的 能让品牌变成这样的 不是品牌的利益 而是自身的利益 因为肖战从来没有和品牌签过代销合同 所以不管肖战的粉丝买多少 都不能算作负责人 即便肖战的粉丝 能够让品牌当约的业绩 比之前提升100倍 也是品牌的成就 负责人对自己没有好处 所以当事情败露 粉丝们吵着要解释的时候 YSL中国的负责人是不可能认错的 他们让粉丝退货退款更难 还想方设法责怪肖战 因为肖战有能力 善良 但是没有背景 他斗不过YSL总部 就算是中国区负责人也有错 现在 YSL事件在公众视野中 似乎已经告一段落 肖战飞侠独家意见书告知粉丝 事情已经解决 即通过客服向肖战本人和粉丝道歉 另外 大家什么都等不及了 回复肥虾的意见书 自然引起了粉丝的意见两极分化 有人认为 这依然是品牌太极拳的做法 也有人已经预料到 这会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肖战在娱乐圈的日子过得艰难 谈不上如履薄冰 但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以肖战的为人处事方式 他自然不想为人非议 何况设事的也不是肖战本人 即便肖战要强硬 一些工作室也会劝他忍耐 毕竟YSL可不是小品牌 隶属于彩妆巨头欧莱雅集团 肖战作为一个小艺人 自然得罪不了京城 事实证明 在绝对资本面前 其他一切都是假的 2020千万粉丝保护不了肖战 3000万粉丝的退货退款 可以让品牌心疼钱 但还是不能让品牌给肖战一个 真正对他好的解决方案 但问题是 粉丝的号召力是品牌方在欺骗消费者 仅此而已 不需要上升到工作室 也不需要沉入粉丝圈 粉丝作为消费者 自然有退货退款的权利 这跟谁都无所谓 只是肖战在这群人中 粉丝多了一点而已 但是逛街的时候 谁没有先消费者后 粉丝的身份呢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 这件事已经解决了 品牌也一样了 但事实究竟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两个月后 YSL第一季度的销量吧 肖战到底有什么魅力 他的真实情况你知道多少 说起肖战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他帅气的脸庞 其次就是他的粉丝墙 一样的实力 只要不触犯法律 就算出了什么数码事件 他还是可以东山再起的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想借此扳倒他 大多数品牌和同行 都化了领带 所有人都以为 肖战这辈子 就再也回不来了 在娱乐圈里 全网拥有如此忠实的粉丝 在某些人看来 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反对的声音已经成为网络上的一股力量 说不定有一天会再次席卷而来 在粉丝卷里 艺人不需要为所有的粉丝行为买单 而肖战却为肖战粉丝的行为买单 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合逻辑的事情 在网络上 甚至有人喷肖战的脸 说他们没有男人味 不得不说 肖战的粉丝中有一部分是女性 从古到今 男性竞争就是一个男人 可以吸引那么多女人 过分的眼光 会引起其他男人的敌意 喜欢任何一种类型都无可厚非 但高度文明的社会 绝不只有一种美 有的人喜欢硬汉 有的人喜欢帅哥 百花齐放不好吗 帅哥美女粉丝团 不是你的敌人 有可能你的老婆 姐姐 女儿也是这样 多一些理解和尊重吧 言归正传 归来后 肖战凭借出色的谈吐和业务能力 吸引了更多人的眼球 有人说 我们爱他的盛世美颜 更爱他的人体和才华 我们就是这么爱他 从不追星 我只追肖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